哈喽大家好我是不懂作战只说电影的唐司令啊那么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回到未来三 剧情来到第三部马蒂找到这个年代即1955年的博士 哎呀博士刚刚送完一个马蒂又来了给马蒂于是被吓晕了第二天醒来还在处于精神错乱的博士记录昨天发生的事情 其实博士啊似乎没有不错乱的时候好吧唐司令就不在这里吐槽了 淡定的马蒂呢醒来后跟博士说话博士被吓得躲进房间不愿意面对现实 马蒂只好将70年前的信给博士看博士才愿意接受事实 两人根据地图来到一个被封起来的隧道找到70年前被藏起来的时光车 准备离开时马蒂发现回到1885年的博士的墓碑 而且是回到1885年一周后就死了 而追债的人呢是射杀而死 两人呢到图书馆查查这个债主胡子哥但发现博士的家族历史消失了 因为70年前博士被杀死改变了历史 两人只好修好时光机再次穿越时空来到1885年 什么叫做倒霉我的天哪 马蒂刚穿越时空呢就被一群野人追 好不容易躲进山洞里刚冒出头头上跳出一群骑兵队 马蒂呢立刻锁紧山洞里又遇到一只熊象的马蒂扔掉靴子就跑 不信跌落小山就晕了过去 这人要是倒了多少辈子的霉才能这样 马蒂醒来后又看到了他的妈妈 哎不是是1885年的祖宗而已 哎这个梗用了三级还在用 我已经无力吐槽了 马蒂呢在祖宗家里留了一晚 第二天来到一个小镇 接了一间酒馆 根据前两节的梗 待会就会有人来老实 过不去让胡子哥找茬了 马蒂呢是打不过拿着枪的胡子哥的 来了一段太空舞步将装烟扎的胡扔到了胡子哥的身上 趁乱逃亡 但是两条腿怎么能跑得过马的四只脚呢 马蒂被胡子哥用绳子绑住 一路拖到一栋建筑前挂起来 就在这生死之间 即博士出现了 用气势 啊不 用改造的长枪来威胁胡子哥离开 马蒂告诉博士 他将会因为80块钱 被胡子哥在一周后杀死 吓得博士打算立刻离开这个时代 但时光车的油罐坏了 汽油没了 气的博士想掐人 因为时光车必须要加速到每小时88公里才能穿越时空 很激励的嘛 没有汽油就无法启动 而这个时代根本就没有汽油 于是两人想了各种办法 使用马车 使用酒精都失败了 但最后呢 弄坏了汽车的喷嘴 看到火车 博士想到利用火车来推动时光车 就在这时 一个人来提醒博士去接一个教师叫克雷拉 这个人就是帮博士建立墓碑的挚爱之人 为了不影响历史人 博士拒绝其接 但在路上呢 博士看到一个美女的马车不受控制 立刻上前阻止英雄的救下美女 而这个美女呢 就是克雷拉 两人一见钟情 博士将之前的想法都抛住脑后 眼睛都快粘在克雷拉了 身上了 好了 画面了 来到了博士模拟使用火车推动时光车 两人决定截持下周一八点的火车 克雷拉突然来到 并邀请博士参加晚上的经典 博士呢 当然是不会拒绝了 一旁的马蒂娜存在感瞬间变热 晚上就在两人暧昧的跳着舞的时候呢 胡子哥突然来到 悄悄的拿着枪靠近博士 用博士来威胁克雷拉跟他跳舞 克雷拉可不是弱女子 一脚就干中了胡子哥 脱离了胡子哥的骚扰 胡子哥怒了要射杀博士 千军一发之际 马蒂用飞盘打中了胡子哥的手 子弹射偏了 博士被救 这个墓碑上的博士的名字呢 也消失掉了 但是墓碑还在 胡子哥更怒了 要跟马蒂决斗 立刻受不了别人叫他胆妖鬼 于是接受了 时间呢 就定在周一的八点 即马蒂两人离开的时间 着急的博士 警告他不能这么冲动 否则未来会出事的 马蒂认为呢 那是自己都走了 觉得呢 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事情怎么可能这么顺利呢 晚上博士突然对马蒂说 他不想离开 因为他爱上了克雷拉 虽然马蒂说服博士 但博士还是偷偷的去跟克雷拉 道别并说明了真相 克雷拉只觉得天方一谈 以为博士在找借口分手 一巴掌伤给博士 失恋的博士在酒馆待了一晚上 醒来后呢 马蒂来到酒馆找到博士 博士呢 却一杯倒醉死了 而时间呢 快到八点了 更糟糕的是 胡子哥来到酒馆外 嚷嚷叫嚣着 酒馆的人呢 也鄙视着马蒂是胆小鬼 不敢接受决斗 但马蒂呢 还是忍住了 带着博士从后门套走 但胡子哥抓住了博士 威胁马蒂出来 一枪打死马蒂 胡子哥上前查看时 被假死的马蒂反击 最终打赢了胡子哥 照片上的墓碑消失掉 确定历史被改变后 两人赶紧去接着火车头 将新研发的这个助燃剂 放在火车头加速 然而本座在火车上 想离开的伤心的克雷拉 听见博士为他销售一晚上 于是下车追赶博士 在火车加速的最后阶段 追上了博士 但时间来不及啊 博士和克雷拉留在了1885年 马蒂一个人回到自己的时代 1985年 还差点被迎面而来的火车撞死 不过呢 时光机是被撞得稀巴烂了 就在马蒂带着小女友来查看 时光机的残骸时 博士突然骑着更先进的时光火车来到 还跟克雷拉组成了一个小家庭 哎呀 好了 故事到这里呢 就结束了 无论是回到过去 还是回到未来 一丁点的改变都会改变所有的事情 影片告诉我们 未来的变化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只要人愿意改变 未来就会跟着改变 想看更多电影 请关注唐四领收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